今天是艷阳高照啦 真的比前幾天還熱 對感覺非常熱 可能會到 聽說會到三十幾度 有喔 現在已經很受不了了 對啊 那今年這個 我看是今天最熱的我覺得 我不曉得現在就覺得很熱 然後又沒有風 我們從南部回來的時候 南部也沒這麼熱 怎麼台北這麼熱 對啊 昨天回來還聽說台北還下雨 然後還打雷 對啊 昨天不是下大雨 我們在南部回的時候也沒怎麼樣 怎麼回來台北就變不一樣 到目前地上還很濕嘛 這種又熱又濕 這個很不舒服 那這個還好還沒到正午十二點 我們就趕快來採菜 不然這個到十二點就曬暈頭了 現在已經快受不了 如果正中午的話 搞不好搞不好就昏倒了 對啊 所以我們喔 有打算要來把這個菜豆 做一下移植 那 各位可以來看一下 這個菜豆都已經很 你看這個 這個菜豆都已經長這麼大了 很多根都衝出來了 還好我們用這種環保疫苗袋 這個根才會長得比較好 不然他根就在裡面一直旋轉 然後他這個太大 他根就透出來到外面去吸收養分了 所以說你用這個環保疫苗袋 萬一這個 萬一太太久 沒有移植也比較沒有關係 因為他會去吸收外面的養分 那我們先把這個移到旁邊 我們我想要把我這個植床上的這個 這邊的菜把他移掉 那因為現在這個苗我就先稍微好好占擺在旁邊 對 因為不做移植也不行 因為也已經種很久了 對啊 你看都黏在上面 各位看都是 不過還好這種育苗袋到時候就直接種就好 直接種就好 不用再把那個 那個 那個 袋子移植 因為你 根都長這麼長 你要把袋子移植 那根肯定要受傷的 那我們會先把這個場所騰空 騰空騰出來 這樣才有地方來種我們這些菜豆 因為菜豆我們有講過是我們今年度的一個重點 所以我們要煮出來的一個不好的方法 就是我們去年度的東西 這個這個場所騰空 如果我們在內部的有什麼東西 那就可以把這個 現在我們要去沾一下 還有一個 我們要去沾一下 然後我們要去沾一下 先去沾一下 我們要去沾一下 我們要去沾一下 然後我們要去沾一下 所以喔,這個很好綁 鬆鬆的啦,就是說也不用採這個 幾乎都不用採這個 雖然這些菜不是很大顆啦 不過喔,乾脆就直接把它吃了算 這樣弄出來才在我這邊還撒空心菜的種子 瞄都出來了喔 你看,這一顆已經快一公尺了,你看 這個太長了,我先把它折斷 我要折斷 現在已經是完完全全的夏天的天氣了 對 現在已經是完完全全的夏天的天氣了 這也是上次我弄的那個紙花耶 不然沒長的 花出來看看 六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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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有根呢? 有根啦,大概0.5公分的根而已 它沒有完全死對不對 對 這個也是,我會炸 那個小腳的可以怎麼可以 那個 我是隨便擦的 那個 這個 這個就先放 這個就先放 這邊就要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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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苗,苗就另外一本 對啊 有一些菜苗就對了 這是空心菜的吧 對 空心菜因為 你舖空菜就不留了嘛 對 這邊很多的空心菜的 先站起來 黃空菜都很多耶 對啊 在太陽底下站一下 現在就開始流汗了 天氣實在是 對 要把蠶子 它邊的就不管它 蠶一蠶到不用直接挖洞把它埋進去 這樣 嗯 嗯 這條 你煮都還蠻鬆的 對啊 這裡 這些就站著不管它了 對 蠶子呢 蠶子 蠶子呢 在這邊嗎 好 一下這隻黃燈那邊 嗯 熱的 因為太熱了 好快 你就到這邊挖個洞 就給大家看 蝴蝶又來了 蝴蝶又來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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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先種這邊 嗯 開始種了 對 不過我 我們 雖然是在 接近這個 中午的時候 在種齁 一般來講 在中午時間 種這個菜 是比較不適合 啊 移植啊 應該在傍晚 不過 還好一點就是說 我 因為我們是用這個 環保育苗袋 齁 這個 盆子就是說 沒有羹洞啦 沒有 不會去傷到羹 所以 我就覺得 還好啦 哦 挖個洞 對 就這樣齁 我就 就把放下去就好了 對啊 對 這個疫苗袋 就直接擺下去就好 你看這樣是不是很方便 哦 就把它直接放下去就好 有小就挖身 哦 這個疫苗袋是會自己分解的 所以 不用擔心 好 哦 秋眼 哦 秋眼 這個應該很肥沃 這邊 稍微 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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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這整排齁打算就是全部要種菜豆 好,那阿妹妹在種菜豆的時候,我先帶各位來看一下我們其他的菜 由於我們去南部去了幾天,這個菜都沒有彩 那這個番茄很多都是紅的,因為我們本來是固定每天都有來吃這個小番茄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現在這個我們的樹上 有布滿了很多已經紅透了的這個小番茄 這個都可以順便把它採收 因為現在已經番茄的末期了嘛,所以這些成熟的番茄 這個紅的越來越快 我們隨便採兩下就很多顆 不過這個都是那個 迷你番茄,你就算 就算採很多顆,也是 感覺上只有一小把這樣子而已 不是很多,就是 沒有那種吃飽的感覺,在吃這個風味的感覺 好,當然除了迷你番茄,我們還有其他的啦,像這個 紅色的這個 這個也是都差不多可以採了 好,那雖然說我們現在已經進入這個草莓的一個尾聲了嘛 各位應該知道 好,那 我們的這個草莓啊,也可以順便給各位看一下 好,是不是結很多 好,這邊 這邊真的是結很多顆草莓 隨便來採一顆好了 好大顆啊,你看 好大顆啊,你看 有沒有看到 看到我們的這個手掌的這個比例有沒有 好,這果真是不小 先暫時把它放著 好,這草莓 可能 大家沒有在現場沒有感受到啦 那 我從這個現場 我感受到這個 香氣撲筆 感覺上是蠻香的喔 我這邊都聞得到 對 你連你那邊都聞得到對不對 對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這是 這是從 同一個盆子裡面採的 同一顆草莓 同一顆草莓竟然可以結這麼多顆 還有喔,我現在還沒採完喔 還繼續在採喔 採這個 這個就是同樣是這一顆的 好,那雖然這幾天齁 我沒有在這個菜園這邊齁 在 在做那個管理齁 那不過呢 因為我們有用自動 滴灌齁 所以說 它並不因為我們這個 疏於照顧齁 而 而有這個 缺水啊 受傷的情形 所以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這個草莓都是剛剛好 又紅 又紅又大 又香 那剛好昨天也是下了很大的一場雨嘛 那這草莓 也吸收了很多水分 不過還好就是說 它並沒有這個水傷的一個情形 那我們再去看看我們家還有沒有其他的草莓 我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草莓都是同一批買的這個 不過這一顆草莓那個果實的外觀是不一樣的 這個比較硬 它形狀比較像蘋果 這兩種草莓的一個 一個品種是不同的 不過它們都是屬於比較 大顆的草莓 那各位可以看到像這個 這個旁邊的 稻子種的草莓 現在也不錯 又長了好多的草莓 這個小花 還有草莓的小果 這個都已經又長出來了 所以 雖然是 這個草莓季節 漸漸接近尾聲 那不過 不過這個 草莓還是有的彩 算是蠻欣慰的 當然 草莓不只這些 我還有另外一個 屋子前面的也還有一些 那隨著陽光 越來越強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 我們這個 花朵 也是 越開越多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 金魚草也 也開蠻多花的 還有這個 這個去年 我曾經介紹蠻多次的這個 百日草 現在又 又開始慢慢恢復它一個活力的 那這旁邊的金絲菊呢也是 也是越開越 越旺盛 我要不要做些小黃瓜 因為小黃瓜苗也那麼多 好啊 是不是種裡面這一盤 好啊 種裡面哪一盤 各位看已經這麼大 對啊 自己育苗的 對 都這麼多 那邊還會追 對啊 就把種外面那邊 你是不是也可以種這邊 哪一邊 蘆筍這附近這邊 到時候再弄 好 應該太多了 這邊我先把它 先種幾顆好了 種幾顆好了 好 那我們順便再帶各位來看一下 稻子種的番茄 那現在長得怎麼樣 想必各位 對這個 稻子種的番茄 都很感興趣 那上禮拜 我也是有給各位看嘛 這個 整個的一個重量是越來越重 不過 可惜的是 它這個番茄都還沒有 還沒有變黃 那我相信 這個天氣這麼熱 它應該是會黃的更快 好 這個也是 倒著種的番茄 那這一顆就不 就不一樣了 這一顆是正著種的番茄 可能都是 氣候的關係 這個不管倒著種正著種 番茄到現在 這兩顆都是 沒有轉黃或是轉紅的跡象 你看我們阿妹妹已經滿頭大汗了 因為很熱 對啊你看整個額頭都是汗豬 沒有今天真的很熱 對 你應該要帶一條毛巾來擦 擦汗的 哈哈 我就是真的是農夫了 對 你看這邊 好奇怪 它小黃瓜長得很好 嗯 你看看看看 對 你看看 我們都沒有去照顧它 對 啊 對 小黃瓜已經開始解小黃瓜了 這是我們 上次有跟各位講去那個花式先買兩根 比較接近底部的那個 那個花蕊 我們都有把它剪掉了 這是 這是比較上面一點的 這個到時候 這都要把它弄掉 對 太低的太低的部分花蕊是 有蝴蝶來了 蝴蝶來了 蝴蝶 其實小黃瓜也是 也是蠻好吃的一個 一個夏天的一個蔬菜 涼拌小黃瓜 對 我最喜歡吃涼拌小黃瓜 有些人他就會加一些木耳 加香菜 就這樣涼拌 加一點醋醬油 什麼糖啊 就是這樣酸甜酸甜 就很好吃 那時候一直在開 對 要修剪 菜瓜也攀到上面了 菜瓜最可怕 菜瓜 一慢 就慢了 非常大的面積 所以我一直很害怕種菜瓜 因為這個場地的關係 因為這個場地的關係 那 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設計的 立體種植管 就是用這個 白色的種植杯種的 好 那之前我們都有把它這個種菠菜嘛 菠菜 已經有比較高大一點了 不過看起來這個菠菜有點瘦弱的感覺 所以 應該要跟他再施加一些這個 蛋肥 讓他比較肥胖一點 對 所以目前這種情況是 長相不大滿意 應該要再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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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壯一點才對 弄了很多 還有這麼多秒 對啊 這麼多秒都還在 這個不曉得要怎麼種 我們不是沒空移植嗎 你看這個同一批的 這個有移的就比較大 沒有移的 各位可以看 所以你娘還是要疏通 你看這個 這邊來比 是同一批的 這個各位看看 同一批的有移過 跟沒移過的 體積差了一倍 對 所以我說 各位都說 所以移植 移植 是很重要的 移植絕對有必要的 這個 這個是什麼小白菜 黑葉的白菜 黑葉的 黑葉不錯 黑葉的話 黑葉白菜的話 就是個頭也不小 然後 然後比較硬一點 各位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這個白菜 已經越來越少了 像這個都 都已經 長相不是很好的 因為之前 之前有缺這個鐵 所以說它 這幾顆呢 葉子變黃 但是加了 熬合鐵也沒什麼效果 那它同時起的 種在土裡 就不會有缺鐵的現象 不過 這些菜的這個量 都越來越少了 白菜的量 真的是越來越少 現在再跟它強化一點 稍微把它綁高一點 稍微把它綁高一點 然後它沿著這個 竿子上去 就是到時候拿著綁織器 來綁就好 所以那個先這樣就好 然後就底下的 就不要了 高一點再讓它長 對 底下其實就是把它剪 對 什麼應該都剪掉 嗯 太下面的葉子 就可以剪除 剪除了 今天真的是很熱 對 因為這布椅子 真的太大了 這差不多久了 你看這小白菜 你說沒有小白菜 這邊也有 就是這邊也是有 沒錯的 不過就是說 剩下少數的幾顆嘛 這一顆也是 把它剪下來好了 要 剪掉哈 對啊 對啊 哎 剪下這邊還有一顆玉叔叔 嗯 沒剪還不知道 這什麼時候放一顆玉叔叔 對 那這怎麼辦 哎呦已經剪在上面了 拔不起來 可以嗎 好啊 就讓它剪在那裡酸 對一顆呢 這拔不起來 這它種在那裡就酸 可是它這根到時候土要 不會啦 它會自己想辦法 自己想辦法 這樣 那以後就是 番茄不種的話 就讓它種玉叔叔 對啊 你不要再椅子對不對 對 既然它都墊下去了 因為不曉得那邊有白一顆 因為東西太多了 被那小白在遮住 所以我們今天你看 有滿滿的這個草莓 這草莓真的很大耶 真的是大豐收的感覺 真的是大豐收的感覺 這很大顆耶 對啊這非常大啊 這也很大顆 而且好漂亮喔 那邊賣的這個草莓 沒有這麼大顆啊 嗯 沒有這麼大 還不錯 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那邊有兩顆 那邊還有兩顆 十顆 哇今天豐收耶 嗯 你看才離開兩三天 就大豐收 回南部 應該算兩天吧 因為昨天比較忙 也沒時間去整理 因為回來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所以昨天也沒有拍片 想說今天也要趕快來拍個片 然後順便把這邊整理一下 因為我想菜豆去年有做過酸豆角 就做出來的那個味道很好 很天然自己去醃的那個菜豆 然後炒絞肉很好吃 所以今年我想說 再種多一點菜豆 然後再來做 對啊 因為這個菜豆種上去以後 我們就有新的直播內容可以播了 因為菜豆的話它長得也很快嘛 那每天都有菜豆可以收成 應該有 應該有 它會攀喔 以前都攀到那個樓上 講到每天可以有菜豆說 你請看一下我們的龍鬚菜 喔 那 喔對對對 那順便講 你看我們才幾天沒在台北 你看好可怕 這 喔這個你看長得 頭角真榮 這不也是啊 東長西長都是你看 所以我覺得種龍鬚菜好好買 你看這個到處冒出頭 這是龍鬚菜 而且是這邊的啊 外面的人還看不到 對啊 怎麼都會長啊 底下也是啊 對啊 對啊 就一堆的啦 我看這可以吃兩餐喔 對 所以我覺得種龍鬚菜 我很有成就感 我以前都沒有種成功 那後來就是說 就自己練習修正那個 那個怎麼種法 然後育苗三顆 我自己育苗我沒有買 我只買他那個 三顆那個佛手瓜 回來自己育苗 就長這樣 各位應該看過 我們採了很多次了吧 而且 我已經好幾天沒採收 突然我看這個 二十根以上啦 對 二十根以上我想說 吃個兩餐應該是沒有問題 所以我都覺得說 各位看我種有種成功 各位應該也是心癢癢 應該要去種一下 很好玩 每天採每天撿 這個 豆子也種好了 水果也收成了 那菜也收成了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 也可算是大豐收啦 對 好 那 這個 希望各位會喜歡我們今天的直播 各位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要訂閱 也別忘了幫我按一個讚 謝謝各位囉 我們會持續拍好片子給大家看 謝謝 這個我們種下去的東西 到底會長得怎麼樣呢 謝謝各位 謝謝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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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